赵本山真的很像是给败家子兜底的老父亲啊 担心徒弟们乱玩 他就在公司里专门成立一个尿检大队 专防吸毒 不论什么时候 不论你在哪 直接坐飞机赶过去突击一下 不仅如此 他还会督促徒弟们交税 生怕他们前到手了没有那个觉悟 从而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 如果徒弟还不上 他就帮忙交 据统计 赵本山一共给徒弟们补了近亿税额 曾有人问赵本山会不会让徒弟还 赵本山的回答是 还啥啊 当年刘晓光败师赵本山之后 绝对出名货就开始喝酒赌博 最后欠下20万赌债 赵本山得之后不仅默默帮他还了 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保镖 管着他以防再犯错 我还拿了20多万的机油 我师父 帮我把机油还了 这哪是师父 这是亲爹吧 赵本山真的把徒弟们当自家孩子了 王小宝驾驶豪车与出租车相撞后 因为殴打出租车司机被曝光网络 王小宝看到后不仅不悔改 还发博要求媒体向他道歉 赵本山看到后差点急火攻心 一边替徒弟道歉 一边教育王小宝 2006年 大嫡子李正春去世后 赵本山更是着急徒弟开会 每人每年拿出一千块给李正春起儿 而他也会每个月正常给其发放工资 可以说 赵本山真的把每个徒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